今天蝉蝉懒洋洋,但是还是来说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蝉蝉 今天破了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记录 大家想问这是什么记录吗 其实就是中国目前的存款利率 已经是1949年中共建政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这个最低还在不断的突破 还在不断的下降了 那你说这个存款利率到底反映着什么 它反映的经济啊 它反映就是这个经济的基本面 那你想啊 现在这人都不想投资 也不想消费 不仅是人躺平了 其实钱也躺平了 就是跟这人躺平的同时 这钱也不动了 都躺在银行对吧 那这操作呢就全世界都通用 那既然说你钱都躺银行 那我也不能把存款利率给你这么高吧 只能把存款利率打下来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全国人民存银行里的钱越来越多 你这利率越来越低 钱还存的越来越多 你说这老百姓干嘛呢 对吧 今年的上半年 人民币存款呢 继续增加11.46万亿 其中这个住户存款9.27万亿 住户存款余额再创新高 达到147.48万亿 平均下来啊 咱把这个钱就是147.48万亿 平均一下 全国人民的人均存款余额 已经超过10万块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啊 人均存了10万块 我存的没有呀 我只存了几千块 那就证明中国有钱的人多 对吧 这有钱的人可能不是你 但是呢 你被平均一下 你就多了 你就相当于你的钱 你跟马云平一下 马云存在银行100个亿 那平均在咱每个人头上 不还得100块吗 多少钱是多少100个亿 存除以14亿啊 还得10块钱呢 就是简单算一算 从2020年1月份到现在 4年的时间呀 这经过了疫情 经过了这种长达 三四年的封闭 中国人这个多存61.38万亿 一边是存款利率 疯狂的死命的下降 另一边人还在拼命的存钱 为什么从全世界来看 这存款呢都在走向零利率 或者负利率呢 那我不知道中国老百姓 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零利率 存款的时代 因为毕竟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这个存款利息也是一笔钱嘛 那将来这个存款利息走向零利率 或者将来直接负利率 你说你要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 才能习惯呢 那1996年的夏天啊 就是大概是28年前 如果你走进银行 你会看到那个时候五年期整存整取的利息 可能高达14%左右呀 那你想想什么概念 在1996年你存一万块 你存五年到时候你的利息都高达七千块 都快翻一翻了 那今天呢 今天啊 2024年你同样的存款方式五年后 你只能拿到一千块 那时候你这货币都不知道贬值多少了 那许多的这个主流的银行 就算五年期的这个整存整取 你要知道是五年期啊 定期存款利率也只有2% 你能想象到吗 对吧 那你现在就算走遍全国的几千家银行 也不可能找到五年期定存 利息在3%以上的 而且呢 就算是利息高点的 也都是那些风险很高的农村小银行 你敢存吗 对不对 你贪别人利息 别人还图你存款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今年你只要再降一次利率 五年存款利率就叫击穿2% 进入史无前例的一时代啊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中国咱们以前一直流传 就只要有钱 我这钱放银行存 我都是这个能发财啊 那靠吃利息就能吃饭 吃饱喝足 躺平的年代 甚至发财的年代 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忘了咱们这以前的时候啊 就特别想着 我要银行我100万 我这一年利息多少 我要这个银行有500万 我就可以躺平 啥也不干了啊 那你想想啊 当时我就说 你银行就算有1000万2000万 你都不能躺平 啥也不干 因为你不能以当 当时的这个利息水平 来衡量以后的这利息水平 因为中国这个利息以后 真的有可能从这个 2% 1%点几 甚至走向零利率 或者是这个负利率时代 那你存钱越存呢 相当于银行 还要给你收保管费呢 像当时那种觉得啊 我自己存2000万 我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了啊 经常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啊 我今年25岁 然后呢 这个 银行力有2000万 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 什么也不干 只吃只喝了 对不对 我们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30年前 你要习惯这个利率是13.86% 10年前你觉得 哎呀 虽然说利率不高 但是4.75% 5.7% 还凑合对吧 那近几年呢 我们要学着习惯 这利息是2% 那可能到了 2025年 你就要习惯这个利息 是1% 几开头的 那我觉得在三五年后 你就要习惯这个利息 可能达到零 对吧 其实这种势头 不是说在2024年 当下才有的 它从这个十年前 十几年前就开始了 它一直持续到如今 那这期间呢 其实有各种各样大动作 骚操作 完全没有这个利息回头的 这个势头和迹象啊 在当下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平常的一年期存款利率 我看了一下 银行的平均数是1.45% 那你如果存这个长期存定存 三年期五年期才能达到2% 那我们知道这个存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调 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利息大大减少 那存钱呢 就变成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了 甚至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件亏本的事情 大家说说这么多年 你看这个利率一直往下降 央行到底想干嘛 对吧 你不知道这个利率下降 老百姓损失大吗 答案很简单 因为利率下降是中国的这个央行 主动调控市场时 它最常用的一种政策性工具之一 那最近的这几轮利率下调中呢 中长期固定存款利率的下调幅度 往往是最大的 它最直接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把你的储蓄率打下去 不想让你把钱都存银行 哎 别存了老师 赶快把这钱拿出来去消费 去买房 去买新能源电动车 去卫国接盘 去生孩子 对吧 你不要再把你钱存银行了 我希望通过降利息的方式 让你们觉得亏本 你亏本你把钱拿出去花了呀 结果呢 你看他越降 老百姓这钱就是不拿出去啊 你让我花 我就是不花 那随着这个贷款利率的下调呢 存款准备金率 也在这个2023年的9月 和2024年的2月 两次下调 这也是为什么 这就是希望企业 哎呀 你赶快把钱花花你 要不你就从银行多借点钱 对吧 银行现在钱这么多 你赶快都来借吧 我这利率很低 划算 哎 买一送一不要错过 就扩大 他希望企业扩大投资 能把这个市场上 一潭死水给搅活 但是企业呢 不管你利率多低 就是不借钱 这市场也真的很奇怪啊 以前利率多高 企业都拼命的借 以前呢你这个利息 银行存款利息这么高 这老百姓也不往银行里存钱 那以前呢 这房子这么贵 老百姓还死命的买 现在你这房子 天天这么便宜 老百姓也不买了 以前呢这么好落 这么难落户 老百姓还非拼命的 往这北上广升级 现在这么难落户 老百姓呢就不来了 这么不对 现在你这买 买房子送户口 老百姓也不来了 就是你现在求着别人办 别人还不来 以前呢别人上杆子办 然后你还去限制别人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这个 冰火两重天 那存款利率不断下降 效果好不好呢 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没有彻底见效啊 尤其是在这个2023年的去年 经济呢 据中国官方统计局说 在复苏 那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 居民的存款 竟然还暴增将近20万亿 你说经济这么好 老百姓还把个钱都存银行 老百姓这也是脑子有病啊 存款热情不减反增 这说明啥呀 说明了你虽然天天歌颂 你的这个经济行 经济呢日天一个新气象 但老百姓呢 还在去杠杆 减少负债 增加存款 这是一个短期内 很强烈很强烈的情绪 你想要扭转这种预期 不是说你调点 调低利息 这个调低 这个贷款利率就管用了 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那最近呢 咱们又一次 在这个金融领域见证了历史 你反映企业和个人手头现金 活期存款的指标啊 就是咱们的狭义货币总量 M1的增速出现了三连降 4月呢 M1增速同比下降1.4% 那5月呢 下降4.2 6月下降5% 创了有史以来 三次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老百姓呢 没有扩张的欲望 企业呢 也没有扩大生产投资的欲望 大家都不愿意再贷款 投资加杠杆了 大家呢 把这个大量的活期存款转为定期 就是我就是存钱 就是存钱 就是不花钱 这就跟动物冬眠 始终要储粮一样 他知道自己眼下啊 要面临着一个漫长的休眠期冬季 他要给自己储备好丰富的食物粮食 对吧 他要自己知道 就躲在这洞里 我就不出来 你说这外面再好 外面再好 那你说外面春暖花开 其实动物知道外面天寒地冻啊 你让他出来 他就是不出这个窝 就是不出这头 对不对 他知道出来冒头就会被消灭 那我们代入一下 其实不难理解啊 股市和房市波澜不惊啊 但这说法才有点损 实际上就是股市哎 不涨 然后呢 这房市下跌 我们统称波澜不惊 那就继续存着呗 至少存银行里的钱 你会觉得不会突然腰斩 这就是什么 就在你在挑选投资项目的时候 这市场上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那你就觉得 哎呀 既然投钱都是亏钱 那我存银行吧 存银行我知道这钱也贬值 但是好歹他不会说 建了股市就被收割 买了房子 这直接下跌 百分之四十五十 亏这么惨吗 对吧 所以面对节节攀升的 这种存款总额呢 央行会怎么做呢 那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存款利率继续下降 还有成了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那我估计很快呢 我们就见到这个一年期定存 或者这普通活期存款的利率 跌到百分之一以下啊 那对于这个亚行来说呢 什么时候让利率停止下降 乃至回升 取决于你这政策有没有效果 什么时候症状好转 就什么时候减少药量 但是问题是啥 就是说你不能光考虑药量多 还是药量少 你得关系他 关系他为什么病了 对吧 他这个病根你不解 你光给打药有用吗 能治好吗 那不管用啊 顶多是这舒缓一下症状 那目前你要思考的问题 是不是说老百姓啊 你这个存款多 我调调利率调低了 你就拿出来 而是说老百姓 为什么把钱都存银行了 为什么不去扩大消费 为什么不去扩大投资 因为太坑了 真的就真的是太坑了 你这买股市股市跌 买什么买什么跌 买保险 保险这要倒闭破产 买理财理财爆零了 投资一个这个企业项目 这企业跑路了 然后呢 跟着这相近政府去买房 结果这房价马上跌 对吗 你可以看到2001年的时候 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 纳斯达克指数 一天之间暴跌75% 当时呢 美联储就果断出手降息 短短一年内呢 就将联邦基金利率 从6.5%的水平 急速降至不到2% 以挽救危局 那在2004年市场回暖呢 就把这个利率调上去了 他完成了一次 这个通过利率调节 就是的闭环操作 所以呢 央行结束利率 向上的前提是 积极且持续的市场反馈 就是我给你打这针 效果好 然后我就停了 对吧 那就是说你这针要是效果不好 我还得继续再给你打针 那强心针一句不够 我再给你加大力量 加大这个伎量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很多主要的经济体 确实都出现了零利率的现象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是欧美早就是这个低利率国家了 这很正常 08年的时候 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呢 美联储就曾让联邦基金利率 无限逼近于这个零 在0.25%的利率水平上 达到了将近维持的7年 在2015年才这个逐渐上调 那欧洲也是 欧洲呢 之前陷入欧债危机的时候 也曾让欧元区 齐齐迈入零利率时代 那我们其实当年都习惯了 说整个这个欧盟啊 就是这个存款 没有啥利息 大家都把这个储蓄 当成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说为了利息 而是说一种正常的行为 那大家知道 我们在2014年的6月份啊 欧洲央行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 将存款利率下调 这要负的0.1% 成为这个最早吃负利率 这个螃蟹的主要经济体呢 那当时这种操作 让这个全球都觉得有点震惊啊 欧洲央行要带领 所有欧元区国家 在2014年的时候 进入了这个负利率的深水区 所以负利率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你普通人 你放在银行存钱啊 你不但拿不到利息 甚至还要给银行保护费 手续费相当于保管费 你存1000欧元进去 取出来只剩999对吧 那银行呢 也不会感谢你交了一笔钱 因为银行呢 可能要给央行更多的钱 为了避免支付利息呢 各家央行都会倾向于 把资金借出去 企业和个人呢 也会倾向于把钱取出来 那其实再不简单点 就是说负利率 它实际上意味着 本币的一种贬值 负利率呢 会导致在本国的这个存款 或持有本币资产的成本层高 提高 从而促使投资者 在海外寻求收益 更高的投资机会 进而导致这个资本的外流 那你说中国 哎 这现在是百分之一点几 然后后来百分之一 将来零利率啊 最差负利率 你说当这钱是零利率 负利率的时候啊 老百姓有钱都不傻 有渠道呢 谁不想把这钱弄出去 对不对 我就给他转移到海外 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说负利率 它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资本外流 对外币的需求增加 外币呢 就直接相当于 对本币升值 本币就贬值 所以在这人民币利率 持续下跌的这个基础上啊 人民币的这个资产 持续外流 资本外流的情况 会越来越严重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 你这个央行 继续下调利率 就会导致整个 这人民币相对于美元 或者欧元资产 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实际上就代表了 你默认你这个货币贬值啊 那我们知道呢 亚洲国家的老百姓呢 对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的体会啊 中国人没有 但日本人有啊 你说中国人没经历过 因为中国不是改革开放 城地好吗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 走在我们前面的日本 他呢就给我们 做出了一个示范 上世纪90年代 咱们都提过 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 走进了这个失去的30年 通货紧缩时代 在日本降临 那随之其后的 其实就是负利率时代啊 那就是说 我知道中国呢 这很多老百姓觉得 中国这目前经济状况 跟日本不一样 中国这特色模式 但在经济规律面前 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啊 中国在面临 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走入负利率 也是个迟迟走迟的事情啊 95年的时候呢 日本实行了 力度空前的低利率 基准利率下调 就要0.5% 那效果不管用 对吧 97年的时候呢 日本很多银行 这直接破产了 日本呢 走出泥潭的 希望就破灭 那零利率的政策 是日本政府 在1999年的时候出台的 不久呢 日本又首创了 这个量化宽松 QE政策 日本呢 首先央行 直接下场买国债 再之后呢 次弹危机和辅导事故 让这个日本元气大伤 那从90年代初的这个泡沫开始破裂 到2016年 日本央行宣布进入负利率时代 你自己可以看看啊 前前后后几十年 日本都没有休养生息 真的回过劲了 那你说中国很多老百姓觉得 哎呀 这个是不是两年三年就好了 你这个希望值真的有点太高了 我觉得就是中国目前面临这长周期啊 可能就是说二三十年都缓不过劲来啊 那你自己想想啊 其实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日本你就是这种利率不断往下调 甚至最后负利率都没啥用啊 那日本央行呢都狠心开闸 进行了举世罕见的大放水 钱却在这个资本市场里打转 没有流入实体经济 那其实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呢 逐大的就是一个信心不足的漩涡 那中国你觉得他比日本好很多吗 对不对 你从这个各种情况来来讲 你这个负利率零利率时代 有人觉得哎 你看这为时尚早 真的早吗 这不早啊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 你一看是两三年三五年的事情啊 你从这个未雨绸缪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需要准备 就是说中国将来未来迎来一个零利率 负利率的时代 就是前存银行安不安全令说 有可能你还要给这个银行交管理费啊 那日本他维持了那么长时间的零利率负利率 对吧 维持了这个这个负利率维持了八年 零利率呢 也维持了十来年 其实我们从这个日本当时很多企业的一个普遍性做法 你看到日本怎么着啊 就是说日本的企业和个人 在他们当年这个零利率和负利率的环境下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出海啊 那个人就是把钱都弄国外了 那企业呢 就是我把这个扩张啊 都投资到国外 我不在日本本国内扩张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呢 其实日本的企业出海的并不少 那这个科技创新啊 跟这个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减少 他这三十年 其实更多的是挤自己的这个房地产泡沫 和这个资产价值的虚高 但是日本老百姓的这个基本的福利 还是有保障的 日本的这个科技创新也没有停下 那跟这个日本比起来 我觉得中国的情况其实更糟 因为那中国不仅仅是用房地产泡沫 他各方面的这个经济体制的 政治体制的系统性问题 导致他还没有像日本这样这么好掉头 那刚才才提到了出海啊 由于这个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 导致的这个日元贬值 日本企业就开始大规模的投资外币和外国资产 从而分散其投资组合的地域和货币风险 那当时呢 其实美债就是这个日本企业最偏爱的资产之一 那当时的这个日本企业呢 他一边在积极偿债去杠杆 一边呢 在这个转移资产向海外进行投资 向海外寻找这个聚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日本目前巨量的海外资产啊 它是最大的这个债权国 以及美债第一持有国的地位 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日本失去的30年啊 其实反而给了这个日本企业的 给了日本企业一些机会 那你说目前这个情况下 中国投资者应该怎么办呢 中国个体老百姓应该怎么办呢 对吧 这利率这么低 花也不是存钱也不划算啊 那我觉得对目前这个利率持续下降的时代啊 中国的个体投资者 他需要转移一些策略 首先呢 你需要避免过高的杠杆 用如今的低息贷款偿还过去的这个高息债务 这种进行债务置换也不实为一个良策啊 比如说你之前过去的房贷5% 现在银行房贷2%3% 你就是说从这个银行贷便宜钱 对吧 去还你过去的那个高息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务置换啊 其次呢 你要维持资产配置的平衡 你既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安全资产 你还要维持一定的这个流动性波动性资产 就是说你能在这两个变换之间 有点挪腾倒腾的空间 对吧 其次呢 就是说 我像刚才我说了 未来中国呢 很有可能会进入零利率和负利率时代 那如果说真的在未来的三五年 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你需要关注海外投资机会 因为外币账户呢 有更高的存款利息 很多人呢 都会时刻保持着对外汇市场和外国债券的关注 所以普通人在面临中国当下的这个利率 不断调低 不断破纪录的时代 你不能把眼光局限在一城一池 你要警惕高杠杆 放眼大世界啊 才有可能会在这个目前的经济下行 就是中国未来失落的三十年中 找到一线升级和一点机会 那历史呢 其实也不会完全的重复 但是呢 你总要从别人的前车之间中学到点什么 好 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